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无巴雅居 那楚长老长得干巴巴的 声音也是干巴巴的 仿佛从生下来就没喝过水 老夫子来为何 你难道不清楚吗 要何许明知故问 老板娘淡淡道 还请长老师相 一旁那郭师兄 握拳倾壳一声说道 是这样的蓝师妹 本宗离这里有多远 你应该也清楚 楚长老他们 虽然算计着时间处罚 本应在半月之前 就来到血腰狱的 只不过路上遇上了点麻烦 耽搁了不少时间 直到今日才抵达 这来的就有些晚了 然后呢 老板娘瞥了他一眼 郭师兄挠头道 来的晚了 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了 这血腰洞天吸引太多人来了 如今整个血腰狱 简直是人头寸堵 老板娘拢了下衣袖 这与我何干 郭师兄黑黑善笑 正准备开口在说些什么的时候 那站在中间的楚长老却抬手将他打住 望着老板娘等 老夫也不与你拐弯磨脚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如今本宗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所以老夫希望 你能将此地让出来 作为本宗落脚之地 杨开听了 顿时火冒三丈 脱口道 平时吧 虽说这一块地盘 也是老板娘等人 从森罗坛中想过来的 但那也是事出有因 无论是老板娘还是老白 都跟森罗坛那边有仇在心 若非如此 老板娘等人也不至于 市抢领处去抢夺人家的地盘 这一路向来 能抢的地方多了 老板娘他们可没有随意下手 但如今 这姓楚的老家伙轻飘飘一句话 竟想让第一站让出位置来 这不是摆明了要欺负人吗 更何况 从头到尾 这姓楚老者都一副 高高在上的态度 不容置疑的语气 好似旁人欠了他什么一样 实在让人不爽 杨开不由想起 之前在交易会上 郭师兄说过的话 轩辕洞天内部 也有看老板娘不顺眼的人 如此看来 这楚长老便是其中之一了 老白也听得脸色阴沉 楚长老淡淡地瞥了杨开一眼 并没有与他智慧 估计在他看来 以他的身份地位 犯不着与一个帝尊敬去解释 只是瞧着老板娘 无形地施加压力 老板娘明显也有些恼火 只不过 却是压着火器说道 如今这穴妖狱虽然人数不少 但以楚长老的实力和威望 想要得一块地盘应该不费什么事吧 何故 就看上我这里 楚长老淡淡地 成人 老夫等人若是真要有心 占据一块地盆 还是轻而易举的 相信也没有谁敢不识抬举 与本宗作对 然而若是如此行事 岂不是要让本宗背负 世强凌弱 以大气小之名 到时候 势必会坏了本宗的轻语 不可取 不可取 杨开怒道 去抢别人地盘是世强凌弱 以大气小 所以便打上自家人的主意 为了所谓的清聚 便可损坏自家人的利益 这是什么道理 那楚长老和郭师兄 皆是眉头一皱 有些不喜地瞧了杨开一眼 而一直站在楚长老身后的一个青年 更是立刻跃出 毫不客气地斥责道 长老说话 小小弟尊 安敢大放厥词 这青年本来一直站在楚长老身后 一言不发 不过气度不凡 看出来应该是一位 轩辕动天的精锐弟子 杨开先后两次插话 楚长老身份遵仇 不便接口 他却是无所不及 杨开写眼瞧曲 撇嘴道 哼 口气这般大 我以为是哪个圣品开天 原来也不过是个帝尊情 那青年冷哼一声 一脸不屑道 哼 帝尊与帝尊也是不同的 今日你我同为帝尊 带到他日我在云端 你在淤泥 高高俯瞰你 我看你还敢不敢这么与我说话 杨开冷笑道 那你现在可以祈祷了 血药动天里最好别遇到我 否则我定把你打成猪头 青年大笑 这么狂的帝尊家 我还是头一次进 你还是先能进血药动天再说吧 说不定你压根就没机会进去 杨开不住地焊手 放屑 就算你进不去 我也是能进去的 当着一军中品开天的面 两个帝尊径吵得不可开交 头不示弱 也是奇特 郭师兄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愁眉苦脸地望着老板娘道 师妹管管你的人 老板娘好长眼瞎道 师兄何不先管管你的人 土长老发话道 吵什么都别吵了 一只骨颈扑扑的神色 已有些怒意 望着老板娘道 你第一站也没几个人 又何必要站进这么大一个地方 本宗这次来的人可不少 又来得晚了一些 血药动天随时可能开启 也没时间再去找别的地方了 你若还敢念本宗的恩情 便为本宗牺牲一下吧 老板娘冷哼道 对我有恩的是老头子 与你轩辕洞天何干 楚张老道 你口中的老头子 是我轩辕洞天的长老 不论你承认与否 都受了本宗的恩情 那不过是你们一厢情愿罢了 老板娘嗤之以鼻 再者说 谁说我第一站没几个人 我们站这么大块地盘 自然是有我们的道理 若是让给你们了 我手下的人怎么办 趁着时间还早啊 我劝你们赶紧去找地方 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无主之地 若是再晚一些 那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楚张老脸色能看得又死 你执意如此 郭师兄站出来道 两位都少说几句 我看不如这样 得一站这边也不用避上 咱们两家共享这块地方 这地方还是蛮大的 想要洞天开启的话 应该能出现不少入口 到时候让他们这些小家伙 各凭本事尽重 抢不到机会的 也别有什么怨言 不可能 老板娘断然拒绝 这本就是第一站 抢到的地方 虽说杨开之前就说过 可以用玄界珠 将所有人都一起带进去 如此只需要抢一个入口便可 但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凭什么轩辕洞天一来就要跟他分享 若是老头子出面的话 那他也无话可说 但这楚长老素来瞧他不顺眼 他也不想让这老家伙好过 可以 如量他刚拒绝 杨开便点头同意 老板娘扭头望去 正见到杨开冲他挤挤眼睛 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 郭师兄迟疑道 师妹 这小子说话算数吗 你们要不要商议一下 老板娘冷着脸想了一阵 恨手道 他既然说可以 那便他说了算 不过咱们事先说好了 争抢入口之时 哪个敢插手其中 别怪老娘翻脸不认人 郭师兄笑道 小孩子的事情自然由得他们 咱们这些做长辈的看看就行了 楚师兄 你觉得呢 那楚长老冷哼了一声 面子不渝 虽不想同意这个方案 但喜要动天随时可能开启 此刻如果拒绝 说不定连最后一块落脚之地 都找不到了 当即拂袖道 老板娘看都不看他一眼 等他在放屁 于是乎 这虚空之中出现了一幅奇特的场景 巨大的五星宫和稍小一些的莲花路 居然共处在一块不算太大的地盘之中 要知道 如今血腰域内汇聚了三千世界 大大小小的势力无数 但无论是大势力还是小势力 都会独占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如此一来 一旦血腰动天的入口 开启在眼皮子底下 便可进水楼台 放眼整个血腰域 再没有另外两家势力 如第一站和轩延动天这般情况了 臭小子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老板娘见杨开一副鬼鬼祟祟 四下打量的模样 忍不住开口问道 刚才同意郭师兄提议的 也是他 老板娘虽然猜测 杨开肯定不安什么好心 却也想不出他到底要干什么 杨开不答 反观道 老板娘 第一站跟轩延动天 是直属关系吗 老板娘道 狗屁的直属 第一站的东家是老头子 老头子是轩延动天的长老之一 咱们第一站 算是老头子的私人产业 私人产业 杨开听得择舌 第一站有多赚钱 他虽然不太清楚 但也知道绝对是日进斗金 而且在许多大宇都有开设分店 这样一个势力 居然只是老头子 司徒空的私人产业 不愧是上品开天 礼运就是不一样 那我要是让轩延动天的人吃点亏 第一站这边会不会难做 老板娘冷笑不迭 那我可要拭目以待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瞧好就是 杨开说话间 目光朝那五行公望去 正好对上之前 跟他吵闹不休的那个青年的眸子 四目相对 那青年面露鄙夷 伸手如刀 在自己的脖子上 缓缓划过 威胁之意 显而易见 杨开心中冷笑 问老板娘道 那家伙是谁啊 一副很臭屁的样子 老板娘抬头瞧了一眼 忘记了叫什么了 应该是那老东西的一个青传弟子 这样啊 杨开咧嘴一笑 我记住了 深深地瞧了那青年一眼 杨开道 时候还早 我转转去 盐巴背负个双手窜了出去 悠哉悠哉 仿佛在游山玩水 老板娘都没来得及拦他 只能叮嘱到 别转太久 扫点回来 血妖洞天的入口随时可能会出现 知道了 杨开头也不灰 黑手光了晃 五星宫中 那青年目光一瞬不移地盯着杨开 见他仿佛寻视自己的领地一般 在这诺大的虚空东看看西看看 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东西 忍不住冷哼一声 小梁小丑 那郭师兄就站在他旁边 闻言笑了笑 贤侄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粮啊 那青年一惊 连忙转身行礼 郭师叔 皱了皱眉道 师叔此言何意 难道此人有什么值得在意的地方 郭师叔道 与罗刹认得吗 青年不知 他为何忽然提起了一个不相根的人 不过还是凝重汉手 自然认得 两年前 弟子去那千鸟兴市 一时寄养去了一趟修罗刹 与那玉罗刹斗过一场 哦 郭师兄挑眉 结果如何 不分胜负 我与他斗了三个时辰 最后筋疲累劲 分你是个大敌 不过师叔放心 这两年弟子尽修苦练 实力就两年之前大有长进 如果我所料不错 小洞贴 那玉罗刹定然也会前往 若是在里面碰上了 弟子定不会给本宗丢脸 郭师兄汉手道 我倒不怕你遇到玉罗刹 你两年前能与他斗个旗鼓相当 两年后定也不会弱于他 我是怕你在里面碰到那小子呀 青年亚然 玄吉辉怒道 师叔何必让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弟子虽然滋质愚钝 但也没辜负师尊 这么多年的教导 郭师兄叹了口气 唉 我不是要灭你威风 你若是知道 这小子与玉罗刹一战的经过 便不会这么乐观了 青年师神道 他也与玉罗刹打过 结果如何 玉招 郭师兄转过头 凝重地望着他 玉罗刹一招败北 不可能 青年如遭雷尸 浑身俱阵 眼珠子都快瞪出了眼眶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亲眼所见 郭师兄伸手 使了指 一直跟在他身边的 那个高条少女 你若不信 不妨问问 你又如十妹 青年扭头 朝那高条少女望去 后者轻轻汗手 一招 青年脸上的血色退尽 死人一般苍白 玉罗刹怎么会一招败北 他与我一样 凝练的可都是六品资源 如今只差一步便可近身 开天镜之下 谁又能是他的对手 很简单 我师兄望着扬开远去的背影 你们凝练的是六品 这小子凝练的 可是七品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这张金鸽天茫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